這個成語我覺得在香港或者對香港人來說會比較少用的 可是在華語來說呢 大叔有可能也會派得上用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結束第一個提示囉 第一個提示就是 第一個提示是 第四個字 第四個字 在舞台上常看到的一個動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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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個字 第四個字 OK 那如果你能夠憑著第四個字 剛才說嘉義給的第一個提示 而才有這個成語的話呢 歡迎你可以透過這個簡訊 先進入988空語格 成語的答案以及你的名字 就可以發送到32733 那快又捲的朋友呢 當然我們今天的新朋友在這裡 也可以請他為你唱就是高歌一曲 那也可以清唱小段歌給你聽好不好 等一下回來呢 今天可以聽見到這首歌手一節齊的 世紀末尼電火 就現在有聲有色的988 現在沒錯 歡迎你們加入988星光網卡 這是我們進行的是 什麼東西 Casey 是 有什麼頭緒嗎 嗯 有什麼頭緒嗎 嗯 剛剛其實已經猜了很多個 但是全部都錯了 好 你先猜第四個字 嗯 嗯 嗯 我想了跳 嗯 走 搖 搖 擺 站 走 走 還有一些什麼呢 舉 舉手我舉 嗯 彈 彈跳 哈哈 全部都是猜不中的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已經想不到在舞台上面 還會有什麼動作 哈哈 我們先看一些朋友的sms 好 因為他們憑不住第一個提示呢 就故意看一個成員的答案 有這位朋友 他的答案是 雞飛狗條 流至泥斯 這個答案是錯的 嗯 跟著有在歌在母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聽聽第二個提示 好 那這時候我們請出我們的小丁 那一起來聽聽他的聲音囉 就是他給的這個提示是什麼呢 嗯 OK 嗯 這是聲調嗎 這是聲調 可是因為他前面那個主音呢 就給去掉了 換上別的音訊去掉了 哈哈哈哈 我忘記了可以再聽一次嗎 哈哈 當然可以 聽清楚了喔 呆呆大毒 嗯 呆呆大毒 嘘 哈哈哈哈 太明顯了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的那剛剛的那個提示已經給的很明顯了齁 然後 最後的一個字是不是不 不是 呃 剛才我講的其中一個答案裡邊 我已經把那個最後一個字給念出來了 哦 對 所以那個 那個答案裡差不多也是在裡面了 哈哈哈哈 好難喔 好 那先放在那邊 我們繼續聊一下 好 因為這一次呢你就以這個華語音樂 嗯 那就中間的就是出發點 而且就選擇在馬來西亞這裡製作了這樣專輯 也認識了馬來西亞這位音樂人 他就是小康 他小康老師 對他小康老師 我覺得他是一位怎麼樣的音樂人 那我所認識的他呢 他是一個 初之大意的 不是初之大意 就是一個 呃很隨性的 然後是一個 對呀 他可以收集的 對啦 嗯 他是一個這樣的一個音樂人 那之前我們曾經有錄過一些demo 那我剛才另外以前有一個搭檔 我們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創作的單元 那時候我們就已經領教過他的那個 那個威力了 哈哈哈 威力 其實我覺得小康老師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還有他很幽默 因為在我錄音的時候 他會釋放一下怎麼去唱這首歌給我聽 然後他唱的真的很好聽 所以當他釋放的時候 我都會很留心的看著他 然後聽他唱歌 覺得很好聽 但是另一方面 他是一個很幽默的人 因為他常常都會說笑話 逗我們身邊的人笑 他不是常常都說爛激的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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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 那但是呢 因為這樣 所以跟他一起做事 不會那麼驅促 還有是放鬆很多 那變成錄音上來的時候 都很開心 那我想起呢 初頭其實 認識小康老師呢 是這一邊的 promotion單位的朋友介紹他給我認識的 嗯 那我聽到 蛤? 湯小康老師 不就是這個寫情非得已的那個音樂人嗎? 好 你先說一下 其實你對他有很多幻想的 是啊 那你覺得他是怎樣的 就是還看不到他之前 我初頭以為他是 呃 就是 就這樣我初頭是 首先不會覺得他幽默 我覺得他很浪漫 哈哈哈哈 很浪漫 很斯文 很 就是 很喜歡很有浪漫的氣息 那些感覺 哈哈 哈哈 但是 但是呢 哈哈 原來他是很好笑的 哈哈 因為他很搞笑 有時 他還會 特意表演唱福建歌給我們聽 那有時候 我們在錄音期間休息的時候 那我就說 小康老師 你可以唱一首 福建歌給我們 然後他真的會唱 所以我覺得 他沒有 沒有價值 嗯 而且真的很隨和 個人是沒什麼所謂的 雖然他是監製 就是我本身香港 譬如做音樂的時候 我會覺得 哇監製很高高在上 有些不敢同他們 講話的感覺的 嗯 那小康老師 就給我的感覺 很便宜盡人 嗯 所以在錄這首歌曲 發來的時候 就一點壓力也沒有 好